秘蘇里大學系統發生 非洲裔學生絕食抗議校方行政團隊 沒有積極解決校內種族歧視問題 而一名該校的華裔學生記者 在校園採訪師生紮營抗議活動時 遭到粗暴對待 現在這段遭到粗暴對待的視頻 在網路受到關注 不少民眾指抗議者 已經侵害新聞記者的言論自由 我不能離開自己的故事 我必須承受這件事 再繼續和這件事 ESPN體育頻道兼職記者Tim Tai 戴瑞光 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 報道密蘇里大學抗議事件 而受到全國關注 上百萬人觀看了他在報道過程中 遭到抗議者驅趕的視頻 這段視頻公佈後 學生記者戴瑞光 受到來自全美各地的支持 不過對於為什麼爆發衝突 戴瑞光和抗議學生 有著不同的解釋 戴瑞光被抗議學生 被抗議學生抵抗了她 那是當時那些學生 很害怕 我沒有意願地 撞到別人或撞到別人 我當他們在撞著我 戴瑞光被抗議者驅趕的視頻 在網路上廣泛傳播 相關人士也做出了回應 在抗議現場驅趕戴瑞光的 兩名密蘇里大學教員 已經向他發出道歉信 學生抗議者們 最近也向報道事件的其他記者 發出表示友好的傳單 希望媒體還能繼續關注 密蘇里大學抗議事件的最新進展